这完全是第一是逆律史潮流而动 第二是完全不顾2758号决议究竟说了什么 50年前通过的2758号决议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其实美国人当时也认了 他现在为什么要翻 他其实立有所谓 但是这个意图是不会得成的 我们是不会让他得成的 今天的零号关系跟50年以前很不一样 不再是少数几个大国可以说了算 我觉得世界的秩序应该走向越来越公平合理 在这其中 中国在联合国里面发挥了很大的主力 我们是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倡导者和支持者